我们跟人做手疗的时候 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你预先听了 就不用害怕或者不用觉得很迷惑 不是经常发生的 不过是会发生的 就是什么呢 有时你跟人做手疗 你自己会觉得很痛的 没有事的 明明是我没有事的 为什么会痛的 你是感应到他的痛 他那里痛你会感应到 想讲个故事给你听 听完之后你就明白了 话说香港有一位 城中最有钱的其中一位富豪 他住在半山区的豪宅 他年纪大一点 他都要看一盘生意 每天都要去中环开会 他有一辆豪华的房车 有个司机每天都要开会 那一早他收到这个司机的电话 就是说 司机说我今天很不舒服 不好意思就要告假了 你想办法 我没有办法跟你开车了 这个富豪华说可以了 不知为什么呢 他竟然自己开那辆车 谁知道开车没多久呢 没多久呢 他的肝就很痛 肝那里很痛 痛得很厉害 那又怎样呢 那么痛又怎样呢 他有三个选择 要么就回家 要么就去医院 要么就继续捱一下 看看继续开会 可以不可以 照去 不知为什么呢 他又决定了第三个选择 一会儿没事的 我常常都这么健康 行的 他开会了 真的痛了一会儿 就不太痛了 一会儿忘了这件事 到了四晚 他就收到 他司机的电话 司机说 老闆我今早 个肝就急性 不知什么 就发炎 还是什么呢 就进院做手术 现在呢 哎呀做完了 够了 过几天就可以上班了 他这个富豪 这个老闆 坐在他的司机 平时坐在那个位 在开车 就感应到 那个司机 那个身体的部位 就是同一样痛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摸住他的脚 你自己的脚会痛的 那些 那你不用怕 你是和他搭通了 感应了这一件事 还有很多其他的感应 很有趣的 那可能呢 你上过我一堂的同学 都听长歌说得好 讲到微飞色舞 讲到很过瘾的东西 给你听 那你有机会呢 希望你在我上堂 或者在其他的场合 看我写的那些东西 就分享到这些故事 不过刚才的故事呢 希望对你有启发 对我很有启发 拜拜